所以這個提擊 moy是所有人都會問 一定回問避問 避問 避問第一名 一定要避免就是 虽然你非常氣 你覺得你 measures your head 你受傷了 你受傷超重 我是小美 最美好的設計心志 我是 Demi 嗨akan 我是跟涂 耶 要跟上一些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虎虎生风 我们去案已经 很不容易 2021能够好好的活着 都不容易了 去年真的很不容易 辛苦大家了 想必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有 求职的困扰 想换工作了吗 这份工作属性 今天我们用对谈的方式 从求职者与面试官 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解析 一起来解密你的疑问 问题一 该选择哪种规模的公司呢 有些求职者会认为 大公司就是福利制度好 小公司就是长加班没年终 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大公司有它的制度跟规则 就是但它有它制度上的完善 这是一定的 但我觉得小公司的话 基本上也有它的优势 所以在这两个衡量之后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思考 你自己比较适合 想要去学习呢 还是你想要求个稳定 我之前大公司跟小公司都有待过 就是到底稳定还是不稳定 我真的觉得要看部门 或者是看同事 那我有看过 人才流动率很高的大公司 有看过流动率很低的小公司 最终你还是要分析出 你自己真正想要去的场域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在大公司就是会议真的会多蛮多 当然 或者是说写mail的状况也会蛮多 那它的垂直整合 需要的能力会比较 需要比较好一点 那小公司就是谈性比较大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稍微聊一下 就可以赶快让工作进行下去 最后还是看个性 了解自己 对 那小公司就是会 我们真的会比较注重沟通 对 然后没有整理最容易被问的问题 在这个项目里面 就是最容易被问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投履利呢 要最重要避免的雷点就是 你要讲出来 是 讲错了 对对对 不要讲错了 讲到其他公司 讲到公司的服务 面试太多家不好意思 对对 超尴尬 非常非常尴尬 这一错就真的全部都GG 对的 拒绝 没有我们没有这个项目 我们刚才的对话是 你确定没有走对门 我们刚才的对话是 XX 还在隔壁 问题二 作品集跟履历该怎么准备 作品量比较大 有些拿掉好可惜 想放很多作品 展现自己多年来的累积经验 可以吗 不可以 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不是大的问题 对对对 我没有开车喔 什么 没有人说你开车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 那个作品集大揭秘吗 对对对 EP13 EP13 大家给我看一下 对对对对 在这里讲 麻烦大家再去看看 那我们就这里很快的highlight一下 我觉得作品集不要太复杂 清楚的陈述强项的重点 这样就可以 然后记得放自己的照片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代表作 好好的说清楚 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时候是可以那个啦 就是公司相关的产业作品 把它往前挪一点 让它比较容易被注目到 然后也可以放一些 你在设计以外的兴趣项目有哪些 也是不错 都可以帮助 蛮吸引人的 那照片老实说蛮重要 就是很多作品集翻到后来 都没有一个人的照片 老实说你长什么样子 我们不是以貌取人 可是毕竟我们的同事的工作 是一个沟通的工作 有时候那个感觉还是蛮重要 作品集里面一定 就是像刚刚光头讲 就是一定要有人生代表作 哪怕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都好 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来了解说 这个设计师的面向 因为你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是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个 为什么呢 我们成为面试官 一定会去问这个问题 那最重要避免的雷点就是 最满意的作品碰巧是多人作业 不是多人运动各位 是多人作业 因为我觉得多人作业 没办法呈现出来 你这个人的能力 跟你的强项在什么地方 对 多人作业真的会比较尴尬一点 第三点 去面试之前该准备什么 设计服务白白款 需要多做哪些功课呢 我觉得是功课 就是你竟然要去面试了 希望求职者可以理解到 你要进入的产业 有哪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去面试前 你可能要真的了解一下 公司的规模跟属性 大概有哪些 假设你今天去的是科技公司 你可能稍微理解一下 产品线有哪些 官网都会有 就是稍微多做一下功课 都会有帮助 假设说那个产业是你不熟悉的 或是你已经很熟悉的 那可能了解一下 那个产业的相关新闻 之前遇过的状况还蛮加分的 比如说他可以 他已经知道说 你们在哪一年拿过什么奖 对 然后喜欢那个东西 其实真的不用太多 就一到两个案例很好 对 如果是去科技公司 那可能比如说你可以理解一下 假设你interview的是 像什么投影机产业 那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最近出的机型可能有哪些 然后这个业界发生什么事 就只是一个举例 没错 那都可以让你在面试的时候 大家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还是有做过功课的 请大家一定要 天一晚上睡眠充足 晚上睡不饱会怎样 就是会没有进入状况 别人就是讲了一句话 你会忘记他讲了什么 这样子 睡眠不足他容易分心吧 对 Demi好贴心 需要Demi的那个 不要 新的一年 不要 好烦 我们机制要把它退销出去 不用 谢谢 通常被问的问题是 你有看过公司的相关作品吗 对哪个比较印象深刻呢 然后避免的雷点就是 花奖竞争品牌的作品 这节目堂 各位好朋友们 对 还是要搞清楚状况 虽然大家都现在就是很开放的态度 比如说你今天去某个美装产品 然后你取的例子 全部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品牌 那就真的很尴尬 对没错 会尬到一个爆炸 不然你站在那里就好了 对啊 你这边去 就去那里 对啊 我们做福你 第四点 不是相关设计背景重要吗 万一不是设计相关背景 或是非本科系出身 该怎么应对面试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 就不是设计背景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设计是一个经验 科学跟生活的结合 然后加上一些美学的沟通的结合 所以它其实需要很多 很多不同面向经验的累积 所以假设你不是设计相关的产业 其实你搞不好 你可以提供出很多不同的视角 所以当你的面向越完整 其实你能沟通的能力 或是你讯息沟通 反而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样子 然后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这样的方式很特别 跟一般的传统的 old school的设计背景出来的 设计实习师会不太一样 你是非本科系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要先累积一些 就是跟设计相关的工作经验 相关的 你不累积 人家就会觉得 你还是门外汉 放过去的你帮你加分 因为你要跨过那个门槛 其实比别人辛苦一些 对对对 相对比较辛苦 对对对 通常到已经到面试的话 应该本身的水准也够了 对应该作品也够了 对对也够了 对都已经提出了 你才有这个机会 我之前遇过蛮多非本科系的 其实他们老实说都蛮强 有些比那个本科系的设计师 都还要厉害 还认真这样 对对 他们工程的啦 哇超强 对对 那有什么广告相关科系 前面有说对对对对 也是有这种 我这边一定会被问的问题 为什么会对设计感兴趣 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 会优于本科系毕业的 避免的雷电 觉得自己还是既不如人 而感到自卑 对啊 多多少少也是会 会啦因为就是 自己都会自卑的 对对对 我们都很容易在 很多时候都会自卑的 对可是面试的时候 尽量要 就诚实啦 一级必凶 你要眼恶扬善 对啊去面对自己的优势嘛 第五点 被问到上一段工作的离职原因 该怎么回答 通常如果不是第一份工作 面试时一定会问的问题 就是上一份工作的离职原因 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呢 我这个问题其实在 我想所有的求职的朋友们 一定都会遇到 就是说 因为当面试者 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在乎你怎么回答 而是你离开上一个工作 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想要这样的态度是怎么样 反正你怎么回答 其实就是态度 原因不太重要 你要说你家猫死掉啊 太难过了啊 或是男友分手 什么都可以讲 我们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就对求职的人来讲 你怎么样面对你的离职的态度 反而是我们很在乎的 这个套不出真心话啦 所以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就跟离婚一样啊 怎么每次会去问人家 为什么离婚 这个多害羞 可能不会讲说 因为时间太短啊 或是 因为不会这样讲 等一下 有人在开车吗 没有开车 我喜欢这一段 对对对 这边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光头上手铐的 这一题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问 一定会问必问 必问 必问第一名 一定要避免就是 不要让你的负面跑出来太多 负面情绪 就算你非常气 你觉得你太委屈了 你觉得你受伤了 你受伤超重 重伤 加护病房做10天 你都不要讲出来 对对对对 对而且我们建议几种回答的方式就是 第一个是 和目前职业目标的发展不太符合 第二个是 想挑战其他的类别 第三个 觉得现在面试的这份工作可能更适合 哦 然后四 听说是很常用 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 哦对对对 好像登录月球 对对对 第五个是 另有其他生涯规划 对对对 列出五个 给大家做使用 你可能写在那个离职单上也是写这一句 这一句万用 我可以送大家一个 还可以加一个就是 哦因为我前一阵子身体不太舒服 家里有事 家里有事 这个需要调厌 这第六点送你们的 我们通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就是怎么会想要从现在的公司离开 OK 对就是离职的原因 哦那刚刚已经前面有提供大家六点 那避免的雷点是 抱怨一坨拉苦 抱怨前公司烂 讲前公司八卦 哦这件事情 我真的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各位 想要求职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这么做 像小美刚才提到 不要把负面的情绪都烙出来 对对对 不要太真诚 这个部分 对真的不能太真诚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面试官面前抱怨 前公司怎么样 那表示 你之后也会去抱怨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 抱怨等你到公司之后再抱怨就好了 第六点 面试时的哪些提问 可以让沟通更顺利呢 面试通常是双向 适当的提问 可以让你对这个职缺 更有深度的理解 也可以借由对谈 观察一下面试官的态度 我觉得这是真的 我建议所有的求职者都可以提出问题 因为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你有想要理解 然后我们也会知道 让面试的人知道说 你想要理解之外 说你对这个东西的 对你要的工作的掌握度 是还蛮不错的 好的答案都是来自于好的问题 那我们通常问的问题都会有 第一个 公司对这个短期规划 目前有哪些呢 就可以问的 然后第二个 团队的氛围是属于哪个类型 这个不错 可能是轻松型 或者是放羊吃草型 对 或者是比较严谨 看你自己个性 然后第三个是 大概有多少同事 大概知道公司有多少人 这样子 第四个是 应征职位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模式 对这个不错 然后第五个是 专案的类型大概有哪些 对蛮好的 就透过这几个问题 其实多少可以已经可以问到 问出这个工作的范围跟轮廓 非常模糊的初心 或者是你可以问软体 大概用哪些 那自己会不会 对啊 我觉得这也都是比较简单相对的 所以通常我们问的问题都是 关于这个职位 你有哪些问题 想要了解更多的吗 然后我们会尽可能 在回答的时候避免 就是你都还没进来公司 就问一些太过于 机密的 或是客户的相关的机密 拿捏一下 对 不要搞定在刺探机密 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分寸吧 就是我觉得 我也跟你还没到那么熟 像有些面试说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或是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反而你皮诗 这个我们好像没有问过 可是通常有些公司会问女生 说是单身还是已婚 这个也有 这也会怕 你可能会有要生育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都 应该都会拿掉了 可是会怕说 有生育的问题 有些公司不喜欢有生育的问题 但是他如果不小心受孕的话 还是得生育 我们这边是鼓励大家生下孩子 对我们是 第七点 已经会的设计技能重要 还是后续进入公司后的学习 比较重要 面试时最担心的 大概是担心自己现有的能力 会没办法满足公司需求 像是公司惯用的软体 自己可能要重新学习等等 这部分在面试时该怎么拿捏呢 因为我想对求职者来讲 心中最忐忑不安的都是因为 他不知道进来的时候的状况 对 那在这个担心里面 学习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像有我也曾经面试过很多求职者 其实他能力是不足的 但他的美感 或是他的作品级 有些东西是 我觉得还是蛮有潜力 重点都是潜力 进来就是学习 那学习是一个做任何工作 都必经的过程 就是会跟你的态度有关系 我反而想比较知道 想要知道说 你有没有进来学习的态度 可能远比你会什么技能 来得重要 所以先从潜力去判断 有没有愿意学习 对 当然是 然后如果有潜力 然后愿意学习 那我们就其实蛮欢迎像这样的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心要学 现在软体都设计的蛮简单 对 那上手就一定会 你怎么努力愿意学都可以了 对 然后通常公司也会安排教育训练 所以我觉得在面试的 这段过程里面 可以比较适度的 传达你的学习意愿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还不足 那这部分经验可能比较少 可是我们都愿意去 广泛的去吸收这些相关的薪资 那当然这些态度 就会让整个面试的过程是加分 所以通常会被问的问题是 你觉得公司如果需要你学会这些 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 对 可是我真的还是有遇过 他就有点抗拒学习东西 你看得出来的 对 这些雷点就会是 拒绝学习新事物 没错 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件事情 或喜欢这件事情 你真的去学习了 你就有可能成长 对 那你没有人就是天生就会的 如果你连学都不学 那当然我觉得这工作 就不会是大家的咯 第八点 薪资该怎么谈 大家都很害怕谈到钱 但却也是大家最在乎这环节 通常薪资在面试时该怎么谈呢 我觉得谈钱伤感情 不谈跟伤感情 我都会请问求职者 以他的工作经验 他觉得他自己值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那是反映出来 跟你经验的一个东西 你今天做了十年 跟做五年跟做三年 你的经验累积的 不一样 深度跟厚度跟宽容度都不一样 我就说你做十年 如果你正常在这十年里面 你是一个很认真的状况 如果这十年都在瞎混 那不敢讲 瞎混 我喜欢瞎混这个词 你可能十年 你可能就是 十年之后你会价值一个钱 就是因为现实里面 还是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因为我跟你会谈到薪资 就表示说你有可能 有可能可以跟我一起工作 通常大公司就一定会有区间 通常你的主管可以给你的 是他一定可以让你在这个区间里面有浮动 所以通常跟你谈的 通常他表示他已经有这个权利 然后这边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 通常你觉得这个工作 好像公司在外面名声也很好 好像为了某一块招牌 你想要先委屈求全一下 我觉得如果一点点还OK 可是如果真的太多 我觉得到话其实没有什么好的 对啊当然 通常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那大家还是尽可能多争取一些 那通常被问到问题是 你期望的薪资是多少呢 避免的雷点就是 不要开出太离谷的数字 万一你期待的薪水比面试官还高 那就是一种尬到爆炸的窘境 通常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有有 他可能对市场不是那么了解 或是对 因为通常我会觉得像小美讲的 很多我们明明说很多国外刚回来 都把国外的那一套 又用在台湾的这个求职市场里面 可不可以啊 但是只是看你会不会拿到工作而已 就像我讲的就是 因为这是双向的思考嘛 所以我觉得你当然可以开出 比较高于市价 但是就看这公司要不要给你 或是你的能力要不要到那里 第九点 面试完还可以多做什么努力 有时面试结束后 觉得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 有什么方法可以多做一些努力吗 我想要知道你会用什么借口 先走 就请走 很多啊 就说我要移车 我要去移车 我要移车好像也而已 就说不然我等一下还会 万用耶 会到问题久 我想应该大家已经有可能 有可能很靠近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对 所以你可能在面试完之后 建议大家写一些感谢信啊 或是说不要说拍马屁啦 就是一些问候啊 就说今天谢谢 嗯 就是想能愉快啊 对对对对 感谢你就是把公司的业务 都跟我说明了一次 很清楚 我对这个产业还是很感兴趣 希望没有机会可以合作啊 对对对对 我这边补充项目就是 有时候如果你的作品量比较大 可能当天呃你发现求职的 假设你曾经有做过这类的作品 我觉得你是可以适度的寄出一些 补充说明给出生 或者稍微加强一下他经验 对稍微加强一下说 哦那你有聊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发现我好像有做过类似的 对可以要来参考一下 对充一下 让他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加分的 嗯还不错 表示你在乎嘛 我觉得这个蛮好 对求职者来讲 对 避免的雷点是 你应征的职位不是恐怖情人 不要一直重复写信询问 对对对 蛮烦的 因为应该有预过 没有 怎么你说恐怖情人吗 哈哈哈哈 为什么面谈很愉快 最后却没录取 有些状况是面试对谈都很愉快 工作与能力的匹配指数 也好像蛮高的 也都谈到薪资的部分 但为什么最后没有录取呢 原因很多 我觉得最后没有录取的原因 真的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面试的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一个求职者 跟很多人同时都求职 会不会录取 我觉得除了能力之外 我觉得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不用担心没有录取 然后我觉得没有录取 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茫茫大海里面 可以跟这些人一起工作 我觉得是要一些缘分的 对 就算没有录取 大家不要气馁 就多面试 然后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或是可以更能够发挥 自己的常才的一个工作 对啊 有时候会真的遇到那种 很优秀的 你反而不太敢 让他进来工作 假设说我们这个应征的属性 就是比如说 比较像是一个助理的角色 然后偏偏来一个 其实你觉得 好像把力压去别的地方 发展其实可以更好 第一个是运气 然后其他就是比如说 其他我们还有其他人在考虑 对 有时候可能跟这个 真才的起迫性有相关 你不是有遇过半年之后 才来录取你 对啊 那时候刚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就到处去搭公司面试 对 那很多就是直接通知你说 可以来上班 那时候我就先挑了一件去上班 嗯 后来可能隔了半年 另外一件是隔了八个月 然后才他们的HR才通知说 哦你可以来工作 这样子是比较比较痛 所以请大家没有录取 不用太难 有时候也会跟团队的协调性有相关 对也有 比如说我们可能就 尽量不会挑两个都属性太像 对对 没错 对或者是太不像 对对也是 对 会冲突感会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避免的雷点是 你不是痴痴 千万别痴痴的等 可以回到上个问题 写风感谢信 顺便询问 迟迟未受到回复的原因 我们相信如果你会演读剧 你的面试官会好好跟你说明为什么 其实大家真的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面试就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对啊 多理解到在这个市场上 我觉得非常就是那个定位 我觉得当你找到定位之后 其实你会面试起来 去求职的时候会更有信心 也知道自己的方向感 跟交男女朋友很像 其实有时候真的蛮像的 就是有没有投缘 一定要多谈好几次 多谈好几次 对对 挑公司就像挑对象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 早上跑到成功 早上跑到成功 新的一年让大家呼呼声声 好运旺旺来 好运旺来 不嫌弃的话请帮我们订阅 分享 小蜜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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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DAMI的IG在这里 第三次 好不好 今年一定嘛 2022年一定把他推销出去 如果没推销出去 我这个身为长辈的我 怎么怎么对比其他的 因为有种在嫁啊 你们对啊 奇怪欸 对不起对不起 好啦 DAMI的IG在这里 不要啦 好烦 小美应该有这样的心情 今年生希望嘛 好困扰 好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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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